刚才的表格就是打点计时器 那打点计时器打出来是图形 所以呢我们是可以看图形来解决问题 当然如果图形上没有数字 我只能够像这样看说 越来越快或者是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但是如果图形上面有数字 我就可能可以做一些计算 请你算出来它的加速度有多大 那么其实就跟刚才的话表格是一样的 只不过那个时间的间隔就变成用点点来表示 当然是写0.1秒0.2秒 但意思是一样的 那么这边就有一个同一个打点计时器 打出了这些点点 然后我们就可以问一些问题 我们讲过看到点点就可以知道做什么样的运动状态 就可以回答一些问题 好 来 这个四个图里面 一二三四个图里面 谁是表示是禁止不动 谁表示是禁止不动 哪一个表示禁止不动 30号 第一个 起立 第一个 第二个 请问你 哪一种的情况 表示他做的是等速度运动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计算 是我前面教过的 看点点知道做什么运动而已 OK 谁做等速度运动 Number five P65号 起立 谁做等速度运动 都对着我微笑 这我前面教过了 前面已经看过这个图了 我们前面看过这个图了 问过这个问题了 你做 谁啊 第三个 然后问你 谁越来越快 谁越来越慢 我们讲过 你要注意 他是向左拉 还是向右拉 谁是第一个点 然后你才会看出来 谁越来越快 越来越慢 现在问你 谁越来越快 谁越来越快 25号 2 你跟我说 2 还是4 4 2还是4 4好了 4 你做一下 那谁越来越慢 谁越来越慢 Number four 4号 4号 没来 没来 9号 2 2 你做一下 那个2跟4 就是一个 就点点一个大的 在前面一个大的 在后面嘛 那请问你 谁的加速度最大 谁的加速最快 谁的加速最快 你觉得谁加速最快 我不要问你为什么 因为你们的为什么通常是错的 你们的为什么通常是错的 应该要找男生对吗 女生吗 男生嘛 帅哥男 27 3哦 3跟你讲他等速度 你还会加速在这块 4哦 你觉得4哦 我觉得是1耶 2哦 我觉得是1哦 4 请坐 来 我刚才说 我不要问你为什么 我刚才问你 跟你说 我不要问你为什么 因为你们的为什么 大部分是错的 你有人会觉得说 老师 你看到这里越来越大支 你看到这边越来越大 后面越来越大 所以就表示他越来越 这边越来越大 就表示他越来越快 不是不是不是 那个大是代表速度大 速度大 你要看的是这个速度 跟这个速度的两个的差 或者就是或者他两个就是 因为时间一样嘛 就等于长度的差 谁比较大 谁才会加速比较快 速度差 delta v除以时间 delta t 才是加速度 所以你不是看到 哦 老师这个间隔很大支 所以要把它加速很快 不是这样子看的 这样看是错的 是你要看两个间隔间的相差 谁比较大 因为这一提时间一样 所以间隔的相差 就是速度的相差 然后再去处理一样的时间之后 才会造成所谓的加速度 这样还是对的 这样还是对的 OK 这就是我们 目前仍然没有计算 就单纯的看点点 问我做什么运动 来解决 可以吗 可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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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